在初选47日案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想着不认罪的阿布泰国生活百科创办人林景南 在昨晚在Facebook专页发文 是去年一月底以来首次的 林景南透露两个女儿和妈妈已经在泰国生活了 一切安好 她自己也是这样 没什么大改变 因为我想她也是不给保释 所以也是在香港 事事和政治 我依然感兴趣 林景南的帖文引用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七一当日的发表广话内容 她说自己都是真诚地语大家分享我的见解 包括她认为一国两制并不止是五十年不变 而是幸运致远 她又说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个部分 各位要小心避免接触到港独思想以免 不堕法网 林景南在发文后大批网民留言 祝福林景南及其家人平安 很明显 这宗官司要打 林景南有些话一定要讲的 逼也好 不逼也好 有钱就不害怕的 判你都是轻罪的 最多判你两三六 不过我都信你没事的 应该有没有受逼呢 我不知道了 有没有人逼她说这些话 好了 记得按like 点击广告 建设性留言 社交媒体新闻 订阅我的频道 与费赞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